賴神日评KPL对抗路 轻语 我觉得这个对抗路真的非常厉害 应该这一战之后越来越多人知道轻语这位选手的 兄弟们 你们相信我 尤其是在对抗路这个位置 能够得到我的赞赏的这些对抗路 绝对是非常牛逼 真的有异于常人之处的 其他位置我不说 可能说出来没有权威 就对抗路这一块 我看好的选手 全都是我对线打过的人 知道吧 我真的对线打过 不仅仅是上帝视角看到那么简单 轻语我打过 巅峰赛也打过 牌位也打过 我太了解了 就是我看他一个小阻位 我看他对线的一点细节 我在想 这人不会轻语吧 有点熟悉你知道吗 虽然我也撞过几次 但虽然巅峰赛乱玩的 虽然巅峰赛有点乱玩 没有他比赛打的这么正常 坦然的话 坦然我巅峰赛也是撞了非常多次的 坦然只不过他每次撞出他是什么呢 就是属于我跟他互相切对面的后白 就对线7比较少碰撞 一般他是玩一些支援型英雄 什么关羽之类的 就现场跟我比较少摩擦 龟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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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以前跟他一起玩过 一开始他这狼队替补对方的时候 他首秀直播的时候带过他 跟他一起玩过 也solo过 双方赛的话好像没有印象太深刻的时候 就是好像没怎么撞过吧 但是他的打法也是那种很凶的 知道吧 龟7他的打法也是那种线上非常凶的 就是卡你那种前排兵卡的很死 你一旦想吃就会消耗你一波消耗你一波的 Fly的话很早以前撞的 最近几年都没怎么撞到了 真的 可能年龄也上去了 也毕竟不是一个巅峰赛常驻选手 不可能专心在冲颠方赛分数上 没那么多精力嘛人家 轻轻轻轻轻轻他有一个比其他对抗路里牛逼的一个一点 就是他的指挥能力非常强 你们去看他的一些直播画面 以及一些比赛画面 他的这个边路他的判断力非常强 什么时间他觉得能起的节奏 都是给他能抓住这种机会的 这是他比其他边路牛逼的地方 他的指挥能力非常牛逼 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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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墨在排到过 打游戏不怎么说话 就是自己操作 说话比较少 闷烧型选手 专注操作 老家电源BW小路 小路爹墨在被我打暴躲 那老上市才了 那马上被我老屋子按着打那一把 把他打自闭了 那个时候我2400 他2100呢 他可能逼骨骑 吴焕前几年比较猛吧 最近排到感觉没有太过人之处吧 天风赛打法过于太多了 经常性莫名掉点 跟我一样说实话 你这个对抗路选手不如一样的玩意 试验 撞过通通路四约 四约吗 你是认真的吗 兄弟 哪个职业选手给我的压力最大 打天风赛碰到的话 轻语 小杜 坦然 坦然他这个 杀后排太猛了 卧场 纷纷纷把我后排杀完 最近赖神也跟德华一起举办了狙击仔大赛 第一天 德华的主播战队 七局全胜 奖金池达到了十万点圈 觉得自己实力够强的 也可以去狙击一下赖神和德华的车队 但是兑现这一块 无论是谁我不虚啊 我说实话 我实话实说 兑现我没怂过别人 好吧 只不过容易死 容易被抓 被针对